香港夜景 深海奇觀 和這幅公開組冠軍作品半邊人 記錄攝影師用好奇心看世界捕捉到的一刻 這幅入圍作品就是許先生在日本的巨型廣告外拍攝 偶然凌機一觸拍下腐脆味的一刻 我發現很多人買一部機都是放在家裡 旅行才拿出去 其實我們比較少香港的相片 其實這比賽可以令大家多拿起相片 多留意身邊的事物 這個比賽鼓勵香港人以好奇心發掘香港人事物 分攝影和紀錄片兩組 一共收到超過三萬份作品 活動評審說很高興 比賽反應這麼熱烈 意思當然大 一個主題都是關心我們的環境 我們的風土人情 或者動物和生物之間的同人的關係 所以整個來說都是對我們生存意義的一種關注 李卓也鼓勵參賽者把作品放上社交網站 給公眾投票 反應同樣熱烈 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鄭瑩報道 提示您的方式 很高興 我來接受參加 非常難度